三位評審老師下午好 我是14108號選手玉凡 帶來的歌曲是《搖擺Style》 拍書聽的音樂不是我的Style 有時很光也有時很可愛 這個節拍的一個我醒過來 燈光的旋轉越來越快 我不想太怪 可你為什麼還不來 登上我的舞台 別躲在角落裡發蓋 是一秒更精彩 和我一起搖擺 和我一起搖擺 音準已經不對了 音準已經丟失掉了 要聽自己 你聽得見反送吧 在箱子裡面 聽得到自己的聲音嗎 有一點聽不太輕 那你稍微往前站一點 再換一首歌 來試試 換一首慢歌 我終於等到你 還好我沒放棄 聽不來的好不容易 再會讓人更加珍惜 我終於等到你 這點要錯過 稍微停一下 你的優勢是什麼 你自己的 我優勢跳舞 好那給我們看看 好謝謝 是有伴奏的嗎 對 好 而且這女孩看上去很可愛 應該是會跳那種hiphop的感覺 等下給你跳點鼓點舞 我們就失批掉了 是 來 OK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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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是 舞蹈的條件有 但是你舞蹈沒有經過任何的訓練 是自己隨便跟著錄影帶學的 因為你舞蹈裡面缺少一些力量 你沒有對自己的肢體有很強的控制能力 然後你的聲音部分呢 有一個還不錯的聲音 但是你不大會唱 但是你有一個綜合的條件 所以 嗯 我覺得你可以找一個老師 我想給你一次機會 在這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看能不能夠有一個突出的一個進步的可能性 所以我可能會給你一個 我應該確定我自己會給你一個帶定 好 謝謝老師 但是你其他的都不夠那麼的冒尖 好 對 我覺得這個朱華老師每個都說在點上 就你什麼都站一點 但什麼都突出不出來 但問題就是說你的缺點反而也變成了一個優勢 就說明你可能是一個全方位的 我覺得有一點你要現在就要加強就是眼神 如果你要挑韓國的特別誘惑的這樣的舞蹈 所有的touch一定要是非常實在的 眼神你要勾人就要勾到我們 你的眼神上下一二三四五樓的到處飄 所以堅定一點好不好姑娘 然後給你一個機會 我這邊給你一個帶定的機會 好的 那個我就一個意見 你把你的舞蹈和前面的唱 你好好選一首作品 我這也給你一個帶定 如果你進得了下一個的話 那麼你好好準備一首就是又唱又跳 但是這個對你的氣息控制很難 好的 謝謝老師